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彩虹也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日常的更新 好的,那么我们先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那么看主视角玩家选谁呢 那么主视角玩家选的是我们一个老八神级别的一个这个大概子 而且这不是戒黄盖,是标黄盖 那么传说他的过牌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么再何况我们有一个这个树上香 那如果这个树上香,我们如果树上香是忠诚,我们有一个桃子 那一个桃子啊,那就是,就是一个桃子又是两张牌啊 好在树上香,他这个无愿和你争战沙场,驻军一战 还这个疯狂的对我们发动这个良柱 那么他也是跟我们说自求多福啊 那估计是,也希望我们能多摸一些好牌 因为我们吃一个桃子给我们补两张,然后我们再苦肉一下 又是两张,所以我们一个桃子啊,是等于四张牌 那你说,比无中生有多摸的多多是不是啊 那有没有人说啊,我们一个桃子能摸四张牌呢 很少啊,很少,像郭佳啊,这个人家遗迹啊,只能一滴血只能卖两张啊 当然像寻语,如果这个杰命空间大的话也是一滴血能摸很多 好,那么我们也是凭借着我们这个高超的RP啊,凭借着我们高超的人品啊 这个拿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诸葛连卢啊,那么也是我们 不仅是我们黄盖最喜欢的武器啊,是很多武将 这个,这个,很多这种我们输出型武将的这个神器啊 那么,刚刚蔡文基是我们其实苦肉冰死的时候 他是没有给我们发动成情的啊,所以他是我们这个反贼的一号目标 所以,打死刘备,刘表啊,不是刘备,打死刘表其实不是我们的意思啊 因为,这个,因为刘表是挡了我们路啊,像那个,这个,孙朗湘是跳的是一个比较中的啊 所以,那一天死的话呢,孙朗湘就是妥妥的忠诚 然后蔡文基就是妥妥的反贼了,因为我们在冰死的时候,他是没有给我们成情的 你哪怕成情啊,成情随便一个人看他怎么,就是说呢 这个,气不气四张相不同的牌,就黄盖啊,那是他的事情 但你不发动成情就是你的事情啊,所以啊,我们这个肯定要把所有的子弹先打在你身上 那如果有些这个什么,有些反贼,耐不住寂寞啊,来救你一下,那就我们又有目标了,是不是啊 啊,那么,这个,死一个反贼啊,那么我们也可以干这个左辞了,因为,嗯,孙朗湘跳的是一个比较中的 然后郭家,不是郭家啊,左辞化身的郭家,你如果是中反贼啊,其实你也可以跳一下,也可以跳一下 你说你塞一张牌给我们,那说不定我们就不一定来干你了啊,但是你,你把你一记的牌照单全收 甚至是给其他人都不给我们黄盖,那就是你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了,好,杀,杀 当然这个,是国家的这个,那么,南蛮路青,那么,寻遇的话,他没有几个空间啊,杀,把李炉干掉 五愿邪弩,征战沙场,驻军一战,请鞭斥我吧,攻击,好,那么一个雷杀,可惜没有九啊,有九的话就是九杀,把张让也干掉 因为张让他,刚刚掏乱过头子就,蔡文姬的,所以他也不是什么好鸟啊,好,那么,冰凉寸断,我们没有子弹了,决斗肯定也是不敢砸 因为我们毕竟手里没有杀,所以的话,其实就不用砸了,因为一砸到,砸脚反而不好啊 那么,我们最后一刀,让我们的香香来完成我们的胜利大业啊 好,那么我们也是,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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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王的有点,声音有点,比较喜剧的话,咕咙一下,跳到河里去了啊 好,那么,我们第一把啊,也是这个,啪啪啪啪啊,那么,黄盖啊,请辨词我吧,扣学扣学扣学啊 啪啪啪啪,啊,获得了胜利,也为我们后面的几局啊,博一个好彩头,毕竟是开门红嘛,是不是啊 好,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录像啊 好的,第二把我们是一个四威式的,白卫赛啊 那么,我们是一个,呃,蓝色啊,就是冷方的,这个,冷方的队友啊,我们可以看,有,呃,八号,我们是一号位 然后,这个,这个,庞桐是四号位,五号位,还有一个八号位的是我们的主公啊 包括我们可以看他们的选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呃,看看他们选哪些武将 然后我们再来配合他们,比如说,一号位他的选将有什么戒吕布啊,月镜啊,貂蝉啊,之类的 包括戒刘备啊,也是一个很好,不错的,包养型武将 好,那么我们,既然,这个,他选了包,哦,其实是我们一号位选,选了一个态势词,输出的啊 那么,就是八号位看我们这个队友啊,尽量都没有输出啊,哦,没有包养 那么,选了一个刘老板来包养我们一下啊,包括还有一个胖的啊,也可以给我们这个,来输出啊,当然,这个,不过这个不练师在马超和关羽这个边上啊,我感觉很危险啊 因为在场上啊,场上八个人,只有这两个家伙能把你的追忆给屏蔽掉的啊,你说你死了之后啊,你说你还想发动追忆啊,丑梦啊,估计马超就要来逮,逮你了啊,好,愿发心一乱,随我杀啊 那么,你不练师发心一乱呢,你当然就要强中了啊,等于要强中了,好,那么顺手赚羊 这,你排序出错了吧 这不是说有没有无限的问题啊,那不练师他的排序出错了,你应该是先让马超和我们安续,就是说我们摸马超一张牌,然后我们摸完之后,你再顺手牵羊 当然,这个朱尔景这个无懈可击,有没有,这是我们意外的事情,但是你不练师的,顺手欠羊和安续的排序肯定是出错了啊,好,那么,你可敢当我 这也可以发动一下,搭一下关羽那张牌,我很好奇关羽那张是什么牌啊,好 主将莫荒,梁朝已到,那么其实,我方和敌方的队伍阵容是差不多啊 你比如说看他们一个朱尔景一个,呃,一个司马仪,包括马超,你看像朱尔景啊,是一个包养型的,然后马,这个司马仪就是控场啊,控判定啊之类的 好,那么就是说有司马仪在的话,我们这个乐是不怎么可能会添过了啊,所以刘老板啊,你不要给我们排,给我们排就是浪费,除非你有无限啊 所以有司马仪在,包括还有朱尔景啊,有这两个神棍在啊,我们想添过这个乐是不可能的啊 好,那么我们说回这个,我们双方的阵容啊,他们,他们,敌方的阵容解释,就是说有输出,有包养,有控场 那么我们也有啊,我们泰式词,庞德是输出,然后不练是控场啊,然后我们刘老板是包养啊,有辅助的 当然这个,我从关于他为什么一决司马仪,然后再杀一刀是什么意思,这个我看不出来啊,估计是 不知道这个家伙是怎么想的啊,估计是我方派过去的内奸吧,好 哦,何乱雍雍,发动暗序啊,是不是 那刘老板不是空了吗,拿一张也是好啊 什么牌都要啊,是不是 刘老板说我什么牌都要啊,只要,我只要有足够的牌,能发动赢得就行了啊 唯贤唯德,能乎于人,义得乎人 那么我们,呃,就不卖了啊,因为刚刚已经掉了一滴血了 啊,万一到时候像那个,诸葛景啊,司马仪再,再来给我们贴个乐 这个有点得不偿失啊,当然何况我们还有这个,呃,刘老板来给我们包养啊,所以 这个,就,不,不那个了 那么,庞德他如,无谢司马仪的话,应该他手里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牌啊,比如说,桃子啊之类的啊 估计他有桃啊,不然的话他应该不会那个 好,果然啊,果然 好,朱将莫荒,梁朝已到 一把刀嘛,送给你了 好,那么,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啊,刘老板来包养我们一波的话,我们马上就能收场了啊 看向那个,诸葛景啊,马仪都残了啊 好,西营布泽,来我大汉,帝国之本啊,过河拆桥 请助我一臂之力,雷莎 那么,九就要放到后面去了啊 那你诸葛景和,马仪你不可能想都救回来啊 总共要有一个人挂命啊 当然两个人都挂命是更好了啊 我还是 你没必要去砍司马仪啊 把他们两个 把他的胳膊啊,两条胳膊卸掉之后啊 这个活作一个司马仪啊 绝对是妥妥的 绝对是妥妥的,何况我们又不是很残啊 好,那么也是这个 获得了胜利啊 虽然不能说艰辛嘛 也是比较轻松的一把啊 获得了胜利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三把录像 那么第三把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大反贼啊 那么主攻选择了我们这个非常常见的阿笨啊 当然这个孙策改了技能之后啊 就是他的这个英姿啊 改成剑英姿之后啊 这个还是比较强的啊 那么我们视为一个二号位的内奸啊 我们选择了一个土豪属性非常强的一个 这个关锁啊 那么其实没必要 杀王鸡吧 可以 气张场过一下 当然这个莲弩肯定是不能挂的啊 这莲弩你一挂出来啊 我敢说你就成为重死之地了 来干你就不用说了 但是你的莲弩肯定是不保啊 何况还有个老太太 轻而易举就能把你的莲弩给换了啊 所以这个我们既然是一个内奸啊 而且是一个 就是说别人死啊 对我们来说有好处的啊 所以我们就不卖啊 我们就不卖 因为我们活着的价值更大啊 我们活着的价值更大 所以他们死不死啊 比如说我要保证场上有两个人不死啊 一啊就是我们自己 二就是说我们的阿伯不能提前死掉 如果我们阿伯提前死掉 那就没得完了啊就没得完了 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场上能这个打得残一点 然后倒是说我们来说或者说别人来说 我们坐享其成就行了啊 好 那么我们何况又有这个莲弩啊 我们的诸葛莲弩 又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神父二啊 我们的邪方啊 就是撩妹神迹 那场上有两个有两个老门啊 一个是我们的老太太啊 还有是我们的Brother春啊 那当然老太太不能说她是老了就不能算女的 但是她毕竟是个女的 但是Brother春啊 嗯 也算是一个那个 幽济吧啊 当然Brother春是春歌啊 好 那么这个 无来无去 不悔不愿 马上就要人残了啊 所以我们很期待着 这个 这个像寻玉啊 或者王贵啊 佐茨啊 反正他们几个人里面 肯定要有一个人挂 挂了之后啊 那就是 我们是最大的收益玩家啊 我们是收益最大的 你看 佐茨不是也残了吗 这不是班师杂脚 那么 这个我们审负二是能砍到 能砍到佐茨啊 其实能砍到佐茨 那么 你爸爸是刘备都没用了 闪 闪的话到时候就 因为我们啊 人头就是我们了 当然 当然如果你的人头被阿奔收了 我们也很喜欢 因为我们毕竟有技能了是不是 有一个 如果你死一个人 我们就一个 就多一个技能啊 好 那么我希望你救啊 救了之后你的人头就是我们的了 铁锁连环 那么 雷哈 那么 那么 出了这么多桃子 不可能再有桃子了啊 何况你老太太补义也补了几次 所以手里的飞机 就是飞机本牌和桃子 这基本上是基本上是没多少了啊 好 那么 你这个 这个 死了一个人头啊 那就说再加上我们的连奴 就因为我们 第一个技能获得的是五圣啊 所以 再配合上我们的连奴 那肯定是妥妥的啊 好 铁锁连环 雷萨 这其实不是有火纱吗 对 先把他的飞机拆了 然后 这不是浪费铁锁吗 这个 这一张火纱 你不是说浪费了一张火纱的问题 你还 你问题是浪费了一张铁锁啊 这个真的是浪费了 你这一张铁锁是很值钱的 当然这个 这个人头虽然是我们 但是 你多出了几次 多出了几次杀也就算了 多出几次杀也就算了 多出几次杀也就算了 因为我们毕竟 一个反贼的人头 我们可以捞六张牌 浪费几张杀就算了 问题是浪费一张铁锁 确实是 比较可惜啊 你说 一张铁锁 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啊 所以 这个我们也是这个 这个比较浪费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 观索经典剧本啊 观索经典剧本 就是说 拿了一把连奴 然后偷 偷 就是偷 其实偷 基本上偷全场 amazing 你看下 我们手里还有 一张 两张 还有三张 我们沈 increí 一红牌也能当杀 不能忘记了 不能忘记了 这个也是这个获得了一个七连斩 七连斩 就是说浪费一张铁锁稍微有点浪费啊 有点浪费 好那么也是这个 获得了胜利啊 也是获得了胜利 好的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 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啊 也是一个七号位的大 内奸啊 那么主攻选择了曹胚啊 我们的大曹胚 那么我们主持角玩家啊 选择了王鸡啊 但是但是我刚刚看了他的选匠框啊 挺不错的 一个内奸的选匠框有 离点啊 这种神匠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选匠框啊 刚刚 看将他的这个王鸡 锅头旁击 夹徐啊 这种都是内奸 内奸的这种标准的选匠啊 当然他选择了一个王鸡啊 当然王鸡的话 也可以啊 谁说王鸡不能当内奸 人家曹匹都能当内奸 谁说王鸡不能当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 一来啊 我们身为七号位的内奸 二来我们手里 这个手握一张万剑 那么我感觉啊 我感觉我们的经典剧本啊 就要出现了 那么什么是经典剧本 就是在我们王鸡还没动的情况下啊 我已经知道了场上所有人的身份 或者是场上所有人的这个血啊 都已经残了 我们依靠着这张神万剑来 这个打全场啊 来打全场 好 那么 哎呀妈呀 这个 这马超还来开五谷 这不是送A给我们节奏吗 我觉得南蛮捞不到 决斗我应该是妥妥的能捞到啊 好 那么如果没有觉得 没人拿南蛮的话 就南蛮我们就笑纳了 我们肯定要笑纳南蛮 因为 手里啊 我们有一张神万剑 再加上一张神南蛮 再加上场上的一些人 给我们的神助攻啊 肯定是 能收场的啊 不能说收场 肯定是能收几个人头的啊 好 愿敌人发行一乱 随我杀 那么不知道 诸葛亮干什么了啊 这个马超就来干啊 你如果是反贼 就妥妥的去杀 曹胚啊 因为你的铁技是对他 这个 那个啊 然后 估计是 曹皮的人王弄卡了他 诸葛亮他是没动的 估计他是忠诚 然后马超就是 反贼 然后 你马超不是拿连弩 砍住个量 我照应 照应就 拿着你的武器来反怼你一波 来反怼你一波 谁来 诶 这个 我不懂了 你如果马超没去砍曹皮的话 曹皮你没有必要 其实相信 马超是一个 忠诚啊 其实马超 何况又是三七位的马超啊 反贼属性也是比较大的 那我不管你马超是反贼还是忠诚啊 你的人 你马上就要足了啊 因为你马上就要完成守贵了 哎呀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有点那个了啊 反正一个神南蛮加一个神万剑不知道你足不足啊 反正 鲁树寨子们帮你都没用啊 反正 就这样子啊 好 那么 南蛮路青 深东击西 敌寇一网成情 这没变 呃 桃子留一个吧 留两个桃子也没意思啊 呃 闪的话尽量留着 因为我们必须到后面还是有用的啊 好 那么 这个 小小把戏啊 好 那么我们手里又来一张南蛮 这张南蛮是我们正常摸牌摸到的 两难以外啊 你这个场上估计 肯定要有人挂命啊 不能说 掉胳膊 反正肯定会有人挂命 你看这马超 诸葛亮啊 赵云 这这三个人里面肯定要有一个人要足的啊 不然的话不足觉得感觉有点有有点那个啥了啊 就不太 不太那个啊 不太那个啥 当然这个马超确实这个忠诚啊 好 那么我也不管你是忠诚 我不是反正反正你早晚都得足啊 好 南蛮入侵 这有顺手牵羊啊 身边又有个南蛮入侵的这个库啊 我们的南蛮库肯定要找 祝容拿啊 因为祝容手里有两张南蛮啊 如果顺手牵羊手比较烧一点的话还是能拿得到的啊 好 那么杀啊 深东击西 敌寇 一网成奇啊 无意不在此地啊 好 那么三男 都出来了啊 三男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放了两个 然后又向祝容拿了一个 然后我们又旗帜上来一张南蛮啊 你说这个三男都出来了啊 何况这三个南蛮我们放了四次啊 三个南蛮放了四次 好 深东击西 敌寇 一网成奇 好 那么 杀啊 深东击西 一网 一网成奇啊 那么 曹西手里有三张南蛮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 所以 这个乐不四鼠来的 这是太是时候了啊 那 你如果天过 那我们没办法 没天过的话 没天过 当然他肯定也打不死我们 当然能打残我们啊 能打残我们 那就是 如果他如果没有乐众啊 如果没有乐众的话 没有乐众啊 那估计就是说 有可能要进入你死我活啊 有可能就要你死我活 我们乐众的话 就是我们王姬赢的行 我们王给赢的胜率啊 就大大提升啊 好 那么 我们本期视频啊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 结束之前 有两句话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第一句话 就是说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是屏幕的左下方啊 有个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踊跃的投稿啊 那么第二句话 就是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